3點18分 掌聲歡迎徐國凱 謝謝 我跟你講 感覺像你真的有 有那個 感覺就是紅的感覺 你知道我們電台是這樣 就是如果說有受 被人家喜歡的歌手來 通常就會有同事問說 杰哥可不可以跟那個 誰誰誰拍個照這樣 那如果說我們不是 辦就是那種小咖的 或者是剛剛出道的 通常就沒有人想要合照 你感覺不錯耶 還蠻多人問說 待會可不可以跟小凱 拍個照片 我受寵若驚 誠惠誠恐 不過先問一個問題 小凱是幾公分 我177 177 快180了 對 我很希望有180的身高 夠了 你在一個168面前 講這種話 太難過了 168 看不出來嗎 因為看起來 你那個上班 你講這個更難過 我是屬於那55身材 對 就是上半身看起來像180 但是下半身是168 不會啊 這樣也很可愛 謝謝 不過這個小凱 先講一下 這個最重要 因為要跟歌迷朋友見面了 對 先講一下時間 我們待會再重複一下 好啊 我的簽唱會呢 11號星期六呢 就在明天 2點在高雄的太平洋 SOGO百貨 就在明天 OK 對 那10月8號呢 星期六2點 在彰化的家樂服務 彰化很重要喔 對 那10月15號星期六呢 2點在台中的新時代購物廣場 嗯 對 這是中部的活動 好 這個小凱 是 這個許富凱 因為很多媽媽朋友啦 還有很多小女生啊 都很喜歡你這樣 我真的是 已經開始有點瘋狂的感覺了 那之前有辦過簽唱會 還是什麼試唱會 對不對 對 在中油百貨 狀況如何 我們中部地區 有沒有給你休聽的感覺 哇 太感動了 說實在 我那天唱兩首歌 我兩首歌 你才唱兩首歌 你就可以過關了 不是啦 就是唱兩首歌 然後就很感動 就唱不下去了 太感動了 因為 因為剛好那一天 又是台風天 下雨是不是 對下雨 然後又一堆一堆 粉絲們拿著我的看板 然後在那邊 情義相挺 真的 有沒有感覺我們台中人是有人情味 我很喜歡台中 對 不像台北 沒有啦 沒有啦 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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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沒有關係 我們台北聽不到 真的喔 OK 真的 希望之後也可以在台風 台中 自產這樣子 台中 台中便宜 對呀 而且在中部 你要往高雄又很近 台北也很近 沒錯 對啊 這個環境又好 人又熱情 重點是東西又好吃 真的 停車又好聽 而且高鐵 高鐵才七百塊而已 哈哈哈哈 這也不錯 不過我剛才好 我們剛才聽到那條歌曲啊 是 就是那個那個那個什麼 《愛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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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首歌還有另外一首歌 好叫《龐》嘛 《龐》 這為什麼我經常聽到這首歌奇怪了 可能就是你們那個謝謝大謙電台強力的播送 哈哈哈哈 沒有搭其他連續劇嗎 一般都有耶 呃 那麼民視的那個最新的富裕子這個八點檔應該要拿去做一些插曲或者是秤底音樂的 但是你們沒有說真的是他們片尾曲或片頭曲都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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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搭片頭片尾就可以這樣子了 嗯 我自己也不知道哎 不過那個 上一回 傑克有看那個 許富凱 去上那個 小X的節目 對 康熙來了 講真的啦 台語歌手能夠去上他們節目其實不太容易 哇 其實 去上我們的 Alex很緊張 那他也要很感謝 就是 小X的媽媽 他就 小眾哥 小鐘哥 對 小鐘哥 很幫忙 真的很幫忙 他 真的是 就是絞盡腦汁然後把它就是能POMO我的一直一直就是盡量POMO這樣子 因為整個過程其實蠻好笑的 除了你的歌藝表演之外 還蠻好笑的 他超好笑的 他太好笑了 你把我 不過有一首歌 意猶未盡 我剛才就問說徐富凱 你待會兒能不能稍微再唱一下現場的版本 因為專輯裡面有說這首歌 對 還蠻多人喜歡的 最特別是因為它是一首很經典的國瑜老歌版本 誰唱的 誰唱的 我們的國寶天后就是鄧麗君小姐 你很喜歡鄧麗君 我好喜歡他 因為我看你的那個部落格還說還特別跑到他的那個墓園裡面 對 因為當時要錄這首歌的時候我就是特別跑去他的雲園 就為這個歌特別跑一趟 去跟他至今 那其實在錄音的時候也發生蠻多不可思議的事情 對 真的假的 真的 因為那時候我在錄音的時候前幾天麥克風都好好的 前五天啊 麥克風都好好的 因為這首歌是最後錄的 這首歌OK 對 那錄到這首歌的時候就 也不知道是怎麼樣 麥克風我換了兩支喔 兩三支左右 然後就突然間那個麥克風都會 咻 就沒聲音了 然後咻 就沒聲音了 對 連換三支這太誇張了 兩支啊 我記得兩支到最後一支才是最 才OK 才OK的 對 就咻 沒聲音 對 給我試試看 會不會待會我們麥克風也使用 無支到咻 就不知道 來來來試試看好不好 來來來來 這就是現場來一下 好啊 我覺得聽現場跟CD感覺又不一樣 OKOK 沒有問題 總聲歡迎 defining ted 這個 直接 喝 台灣 陪你看千山全vic 千个伎伎似乎 众君当作你的栗心 千言万义 花嘴几股爱的 强行 烂透了 不然我是说歌好听 刚才后面那个梗子烂透了 好听 谢谢 真好听 我就说 我跟我们其他主持人聊了一下 就说 许富凯为什么受到很多朋友的欢迎 我觉得有一个就是 他因为年轻你知道吗 然后他唱歌又不显老派 哇 对不对就是有一种 应该可以提 听说应该来我一点我意思 对你不会显老派 有时候年轻朋友如果有些歌手 或者是去比赛 或者是怎么 他在唱一些歌曲的时候 你会觉得 感觉好像年纪有一点的人唱 变戏吗 在唱这样子 拼命唱 所以你在唱歌 你有一些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诠释方式吗 我觉得影响我最大是 我们的二姐 奖会二姐 对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呢 其实我觉得他现在的每一张专辑 就是到现在每一张专辑 每一张专辑都有他的不同的味道 这倒是真的 对 然后也开始就是慢慢的改变 有一种比较新台语式的唱法 说真的 对 以二姐 你看他这么资深 在歌坛这么久 可是他还能够翻新 让自己好像重新归零 再出发的 对 其实是不容易的 对 而且每一次听到都是不一样的感觉 好 听一首歌曲 这首歌应该算是很关键的歌 就是 今夜又在想你 对我非常具有意义的一首歌 最高分 对 在明月之星 这是第十九还是第二 十九 第十九关 对 因为很多听众朋友 我相信如果都有在看明月进行的话 都知道这个故事了 但是我们还是要让一些对许富凯一知半解的 或者是他三不五十才看这个节目的 这首歌为什么对你重要意义 因为呢 其实在第十九关的时候 那时候已经比到没有歌可以比了 也不是说没有歌啦 就是不知道拿什么歌出来应战了 那刚好我是来台中 就是 又跟我们台中有关系 真的太棒 台中是个好地方 我的天哪 怎么样怎么样 就是去看了 因为刚好二姐去年有办她那个戏梦演唱会 然后我刚好在台中看 那看了之后他有在现场唱这首歌 因为这首歌 它是一首布袋系的插曲 那原主唱是飞青大哥 那听到觉得 天哪 二姐又重新把它拿出来唱 我觉得太好听了 所以就把它拿来比赛 然后就想不到可以就是受到评审的青睐这样子 你唱完之后的感觉如何 我说包括那个所有的观众朋友 听你唱完之后 我其实那天真的很紧张 我好紧张 因为第十九关 第十九关也夸过关了 那万一唱不好 压力更大 对呀 然后刚好那天的现场的朋友 欢呼是很大声让我的那个身上纤属往上升 嗯 对所以就想拼了啦 对因为 这其实是不容易的 因为大家或许会想 啊已经十九关 二十关都轻轻松松松 已经经验丰富了 可是对比赛歌手来讲不一样哦 不一样 因为你越在后面越容易出台哦 对就是 怕就是很容易就是一紧张 而且关书又快接近了 你那时候真的是 啊 难想象那个压力 对 先听这首歌待会聊 OK OK 我再唱歌 谁好 大家 有点 离婚 我再唱歌 一世真相再忘掉 一陸一天鬼路人 雅光在心里 七凉的暗门没打湿灭 无缘的灰火来离开 阴亚深屠深层 深屠深层 深冬所你到我地面的前面 阴互起来无缘的 阴亚高最深層 阴亚高最深層 阴互起来远距离开 阴亚高最深層 阴亚高最深屎 阴亚深層駕曳我心気面 阴亚高好快 在哪里 我的永远思念 虽然我并知道你跟我一无缘 过去啦 无缘呢 天涯 孤世修尼 现定位是许富凯 许富凯台语怎么说 可富凯 还是讲许富凯啊 许富凯 很多妈妈朋友啦 或者是很多的小女生 蛮喜欢许富凯的 富凯这首歌确实对你来讲 意义很大 那他的原唱是谁 就是飞鱼琴大哥 这就是我很疑惑 我真的没有听过这个版本 你真的可以上网去听看看 在哪里可以看得到 在哪里可以看得到 在YouTube里面可以看得到 他是霹雳布袋戏 算是 因为我看了那个影片的资料来源 他是 好像是霹雳布袋戏 好像是 好像198 8几啊 是 那个时候 80年代的时候的 一个布袋戏的插曲 多可爱 你知道 对 刚才富凯说 因为 这也是听宣传讲的 转述的 听说因为 这个富凯唱的这首歌 金鱼 又在想你 是 然后飞鱼琴大哥这张专辑 又多卖好几张 我不敢当 我不敢当 真的很妙 真的是 我那时候在练唱的时候 看他 听他唱我也想说 这是飞鱼琴大哥吗 可是我有个好奇 因为你唱这个歌 是比较用力一点 对 那个是 飞鱼琴 飞鱼大哥 他唱这个歌是怎么感觉 应该是轻轻柔柔的那首 很阴柔的一首歌 对 真是假的 对 然后又配那个琵琶的声音 叹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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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叹 就觉得 好飘逸喔 很飘逸 很柔很柔 很轻柔 你真的要去听听看 对 如果大家到时候 买富凯这样专辑的时候 你去听这首歌 然后如果你顺便也买飞鱼大哥 可以比较 可以稍微比较一下 其实二截的你也听看看 二截的 二截的 二截也不错 对 好先休息一下 带我回来好不好 好 刚才也很好笑 就是许富凯 我刚才看了嘛 就是以前比赛的时候 平均分数 其实都算蛮高的 确实是刚才那首歌是最高 是96.5 对 96.5 然后很有趣的是 我就说 这个现在敢通告 大部分都坐高铁比较多嘛 是啊 因为比较快速了 对 那我就说那以前这个 许富凯在比赛的时候 应该很辛苦嘛 之前那从高雄 对 然后坐到台北 那就很逼近的 就说那时候都是坐统莲子 对真的 统莲子我的好朋友 真的 阿罗哈也是 那时候应该请你多代言 但是现在又比较好一点 没那么逼近了 现在赶高铁 哈哈哈 我收集很多的高铁的票 哈哈哈 哎不过 我有一个好奇的哈 因为我没看懂 就是你在一开始的时候 变成挑战者嘛 然后有挑战者 然后跟未免者同分 然后又到了第三次 又挑战者又失败 挑战又失败 这是怎么回事啊 因为呢 我们那时候 我们的比赛蛮特别 也是因为 有一个就是 未免者 然后每个礼拜来 都有三个挑战的 然后这三个挑战 下去比赛 哇这么野道喔 对然后最高分 就跟挑战者 PK 那如果是PK 没有过过的话 就是失败这样子 然后就一直PK 一直PK 所以就这样一直反复的 again again这样子 对所以那时候 还没当上未免者 是一天 一个礼拜都要两首歌 哈哈 对 里面这么多歌曲 有没有哪一首歌 你自己觉得最困难的 拔杯啊 变色的 拔杯 这么准 真的是拔杯 因为那时候其实 好像这么难唱喔 你看拔杯之前 我有一次平手 其实那一次平手 对我来说 也是一个很大的挫折吧 因为也不知道 要比什么歌了 对 又不知道比什么歌了 真的又不知道比什么歌 那一天刚好 可是台语歌曲很多耶 其实 可是就是要适合你的 然后你又有把握的 对 那刚好那时候 我一个人在半夜 然后再加拿来看 看影片 就看二杰的那个 初登场演唱会 然后他一开场 就是这首歌 嗯 那时候我想说 欸 男生还没有唱过 寶贝这首歌耶 好像比较少 对 好像没有 对 然后想说好吧 那就拼看看 可是这是风险喔 对 是一个风险 唱得好就好 不好就完了 那其实之前我有唱过 也是二杰的歌 就是那首短等戏 那受到的那个回响还不错 所以想说 拿寶贝这首歌来 来试试看 对 然后想不到 刚好那天 其实那天也蛮特别的啦 因为刚好我的一个粉丝团 叫小凯妈咪团 是 也到现场来帮我加油 那其实那个气氛 一起來 你会觉得 你的肾上歇数又起来了 是吧 真的很容易起来 是不是 寶贝的分数也很高耶 95.5 95.5 对 哎呀 这不容易喔 不过 提供我问一个问题 因为你算是 苦干实干 从你看挑战者 到成为未免者 到最后成功 就是 这就是 二十关闯关成功 这样 那个心情是什么 因为或许很多听众朋友 也在想说 我特别 我是要当上班族呢 还是我也很很喜欢唱歌 你知道 那个心情是什么 很特别耶 真的是很特别 刚好我其实觉得 今年刚好是我的本命年 然后也在2011年的1月1号过关 那在 过关那一天 其实真的很感动 因为非常 很多南部的朋友 上来帮我加油 然后就觉得 哇 终于拿到 过关拿到一百万了 然后主要是那一天 一百万说真的 那个 我觉得那个倒是另外一回事 对另外一回事 其实是一种 一种成就 我觉得应该是个荣耀吧 我觉得 然后 就是很特别 然后刚好那一天 哈 怎样 二姐打电话进来 那个节目 就是跟她通电话 这样 哇塞 真的很感动 又收到她送了一束花 然后 刚好她那天打电话 听说她帮你揪嘛 嘿 对 你看 清点哦 清点哦 哇 真的受宠若惊啊 真的 真的 她一讲出那个 真的是 眼泪用飙的 对 可以 我可以感受到你的心情 其实 很感动 真的很感动 所以要跟你叫 一起来演唱会 当个嘉宾 是对不对 对 主要是那一天 跟这么多人 用这么多的亲戚朋友 嗯 刚好上来帮我祝贺 然后 就觉得 嗯 大家可以想见齁 你看齁 多少人在期待 然后 亲戚朋友全部 总动员 整个人都走来 都坐油沾起来 对 你知道那种 你知道那种压有多大吗 其实 很大很大 超大的 而且 你的评审 他也不会因为说 你已经最后一关 我都放水 也没那回事啊 你当晚你唱完那一首歌之后 你整个是放松的 我记得我一唱完是整个 哦 是这样子的状况 对 好了 事件到了 今天很开心 邀请到的是许富凯 谢谢 意欲未尽 下一次再来 最后一首歌 就跟那个曹雅文有合唱 对 这首歌也很朗朗上口 就是 因为这次算是第二次跟他合作 第二次 对 那其实这首歌就是 希望可以成为 KTV的传唱歌曲 因为他其实好听好记忆又好学 说实在的 就是 这个 好上口 确实 对 当然上口一听就大概几次就会了 好 那最重要的是 你那首歌拿起来 来来来来 最重要的 要见面 就喜欢许富凯 真的 这个少年人这么打拼 谢谢 所以不管如何 一定要去看一下他 给他举个牌 或跟他握过手 拍个照 最重要的是买个这个CD签个名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支持 说真的 对 很高兴 来来报告一下 10月1号呢 星期六两点在高雄太平洋收购百货 就是明朗仔啦 那10月8号星期六两点在彰化的佳乐福 10月15号星期六两点在台中的新时代购物广场 那如果任何问题的话可以打0287683030 0287683030 有没有官网 有 时代官网 时代官网 对 就是新时代的时代官网 对 时代官网 然后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凡是在现场有购买为专辑CD 就可以获得新版的海报一张品 漂亮喔 这地方很尴尬 漂亮喔 谢谢徐富凯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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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亲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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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亲相汉 今晚一路寸空南嶼 地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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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